现在阵型 阿姬这个阵容选得太暴力了 很暴力 对 标记这边就比较传统 就比上一把来说冲得更猛 是 冲得更猛 标记这把就是传统的三宝二 同时凯南和人马都有中期carry能力 就感觉标记这个阵容的话 更加四平八稳一些 两个无位移的后期核心 然后随时保住 是 小哥刚刚笑了一下 应该是这把又要冲我 但我说实话 就是要冲AD的一个阵容 但这把其实对于凯南来讲 可以复刻像第一把 就第一个BO3那里面 AL上单 朱德彰那种玩法 原地放大 对吧 就打左边的像这种冲阵的机器 是 是 是 对吧 就是当一个合格的保安吧 准备报宝和哈条去服务 但前期的话还是得拼野斧节奏 这把看两边的野斧 前期打成什么样了 上把标记了一个野斧节奏 算是拉满了前期 感觉两边都属于是 那种线上的六级前 想要打线杀好像有点难 还是得看野斧节奏吧 打到后期 就是一边冲后排 一边保后排 看看决生决 两边打成什么样吧 而且后期上线来讲 我觉得 I7是完全不输的呀 双圈加阿卡丽和泽利的双进 全部进场 相反我觉得到了大后期的时候 可能标记有一点点进攻压力 虽然是发条加进得死 主要是泽利这把 可能会有点小无敌 右边这个阵阵好像不怎么痛到 这个泽利 除非人马硬撑呢 来看一下最后的决战剧 来了 I7想做事吗 一级抱团 小安出去勾引一下 勾引一下 射两家草 但是刘青松已经 趁时间帮助胡锡哥 做了一个上线草丛的一个眼位了 这个现象也很关键 这个现象就是防向类似于 可能子卡又那种绕后 直接开检 对 防止就是 隔温一级的时候 搞事情吧 这隔温这个英雄意义真的太强了 然后看开眼 这把 熊好像上半 上半区开往下走 依然还是要照顾下半区的一个开法 选择了 回头扫了一下 小安在考虑觉得 确实往上 从上往下开 泽利前六级没什么用 那这样就是让泽利帮忙开一下 和上把一样 思考一下 对 第二把和第三把都是让 爱奇的双人组稍微牺牲一下 扛扛压 呼吸哥进来做了颗眼 看了一下开眼的动静 下路这边 标记的下路双人组织 选择直接上线 没有帮人马开眼 中路这里 就看越开的扛压能力了 发条带爱里 其实日子挺难过的 哇 有点玩不了 真的玩不了 再吃一个 可能经验的 不是那么方便吃了 上路这边 自卡环又找到 就会绕后打了一波 赚得到了一定的血线和兵线 但没办法 因为呼吸哥 去也去帮忙做演去了 第一波线拳 确实是让出来了 是 下路来讲 泽力这英雄就是抗压就完了 他毕竟手很长 抗压很简单 下路抢二 哎 要记这边下路没有想着 细致推线啊 主要是看到刘青松 是手上有两个胜 我觉得是被动 这两个被动 直接秒两个前排兵的话 也能到二 是 一高 反手一百 这边先交一波 博火 下路下状态 哇 两边都没有上技能 是 但卢卡斯这边 带余震的一个态度好救啊 确实 这个带余震的话 确实在下路对线的时候 自身的一个 换选的力会更强 卢这边想卡谁 但被看到了 哎 被看到 想找人嘛 这个 绕后 往上 哦 他这波想找的是 呼西哥 是 这波其实有感受到 但微微在往后缩 在防薰可能在蹲他 但是呼西哥这个位置 吃完一个车 得往后走了 你知道了 这不应该是打闪吧 闪现 哦 闪现都打不了 还是打出来了 哦 薰这波硬镜卡挑 那还不错呀 帮助斯卡 关节了非常多的一个压力 我不是来瞎胡闹 下路 不要借 因为自己的打野 是往上刷的嘛 所以说没有想着一只鸭 但中路 FORO的蓝量也不太够了 是 蓝量虽然不够 但有饼干吧 有饼干和 两瓶 五百药剂 但越开这边 也觉得 FORO这边蓝量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能赖多久 试多久吧 哇 四级双八分人嘛 直接进来走 主要 就干扰你 我的野区刷完了 我无所谓了 那你怎么说 那只是浪费一下 薰的一个时间 对 反正 不要提这边 杀一个回马枪 看一下薰里边 在打蓝buff 但是这边 也是剑老道 把三郎拿了再说 但是薰到不了四 四级人马 两级的Q很强 这段时间 而且把Q叠下来的时候 单杀能力 其实是还蛮厉害的 你们都要拼成情况下 薰薰觉得算了吧 可能觉得不合适 他又来了 薰薰又下了个回马枪 又下了回马枪 就要搞一下薰的心态 就要烦薰 中路的话 薰冲天哈马打的一半 怎么说 惩戒很敏感 两边都不敢下 都本来那么想拼成 我又进来了 我又出去了 是 薰薰化身 电竞方腾进革阵 主要这两波搞完 薰薰其实自己在野区快刷了呀 对呀 然后耽误一下薰的一个刷影路线 西满一组直接回家 西满一组 回家就奔着下路去了 那这个三条线 对线的一个情况来讲 埃薰扛的都还不错呀 下路扛压 中路 中路扛的还可以吧 五分钟 能接受 还在手上 能接受的 然后上路也是扛压 被薰干扰了一波之后 自卡也很舒服 这个情况 埃薰这个阵容 目前前期 至少不出事的情况下 中期有波很强的强势器 还是六级大招 猛吧 六级大招过后 再加上 第一线神话装的时候 埃薰这个阵容是特别强的 再来一波 上波抓闪 这波想直接抓人 杀人啊 这冰线很尴尬 呼吸哥 是 但还好是个慢回推 哦 这还差一个精占兵 这冰线也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但呼吸哥一直留技能 压在手上 这边在等六级嘛 啊 开Q清兵了 是 薰这边觉得算了吧 冰线感觉不是很好 是爆炸 主要 呼吸哥只用Q清兵的话 确实爆炸 主要薰现在发育太差了 如果上去抓一波 搞事情没搞到的话 那下面去也去微微又笑闹了 对 也去又崩掉了 是 那这样可能影响相逢团战的 有些人吧 等级差太多的话 那直接想尝试一下啊 呼吸想要开太坦吧 怎么说 但卢卡斯站在非常安全的距离啊 一勾 我有 一勾 想听一下进化 没有逼到 两边下路开始抢线 人马开小龙 开小龙 中路复合有线权 赶过来 薰这边应该是不会去看小龙吧 这小龙 微微可以安稳地拿下来 不好说 越开这边赶过来了 想硬打团战 三打四吗 短时间内 卢卡斯先被勾 勾到夹子上 交助闪现往后拉 但是微微这边冲得好猛 但后面有个治疗掉了一口 后面还有个灯笼再续一口 这波 也辅双倒 IG这边看一下 越开六级过来 闪现给表里下 要乱损 挂到疯 没挂到刘基松的情况下 这波越开也只能 心心而退了 这一波 IG的指挥 IG真的有点小上头 三打四的短时间内 我觉得 而且泽里没溜 阿卡丽刚才兵线很尴尬 而且打野有一个对位的等级差距 这人马五级的 三级各个人马 很能赚 这波打完IG 确实不太明智 这个局面打完过后 不要记得野辅各一个人头 开得虽然很果断 但阿卡丽离太远了 第一次 第一次 正面少个人 同时 则利现在 真的 没什么占多力的 是 则青松 这边的一个闪现 也很果断 没有给到机会 那讲阿卡丽第一波 带闪带大的一波 支援野区 其实是没受到成效 这个英雄 六级之后 就是带闪带大的 这一波是很关键的 那接下来八分钟 峡谷先锋 这一波 阿卡丽也是没什么用的 没什么声音 不要机可以卡时间 把这个先锋给抓掉 哇 第一线出了个翠绿屏障 感觉还是比较 忌惮阿卡丽的一个单杀吧 毕竟是一个 没有位移的法师 但这些装备确实 对于我法刺 性价比很高就是 这把他出女妖的话 打团战 收益非常糟 毕竟对方有个泰坦 再加上中上都是一批嘛 翠绿屏障的一个长线收益 和短线收益都很高的 先锋 IG也只能放掉了 就这波 贸然的进攻啊 让IG丢掉了 一个先锋 和两个人头 但是换来的 也是一个小龙的timing 这波 薰应该是能拿下这个小龙 微微拿下先锋之后 在上半步游道 但现在 IG的三条线 都是满层肚层的 一个塔呀 IG这边反观 小杨这边 利用野斧的一个压迫 在下路已经吃了两层了 想吃第三层 感觉第三层吃到了呀 又可以往这靠 对 主要是四包二 给的压力太熟了 想打啊 这想打嘛 但有灯 灯给的很及时 第一时间化也 卢卡斯没法靠 而且又这样有闪 就硬不让你吃这个第三层 这波主要是 刘青松没闪 所以导致到 需要等一下队友 是 这波其实越开挺伤的 有点像上马瑞兹 就是强行的 帮助小安 做一些事 对 属于是自己绝食 让小安吃个 吃两口饭 是 但阿卡利 自身的一个发育 确实没有泽力重要吧 泽力这个 让他快速 三项是很关键的 是 但阿卡利这个位置 其实发育也很重要 很重要 他关键装备出来 他其实有一波 就是不太需要 去一直打前 表他现在第一剑 神话刚输得很慢 74到 中路越开 上线就过劳 我感觉这个局面 微微可能会把 这个先锋放在中路 但也没耗到 什么肚层就是 对 就放中路 吃三层吧 吃三层 然后二先锋再一控 两个先锋一起 装一血塔 对 毕竟是风过的发条 值得信了 对 帮他养一养 现在阿姬就是 再要耐心一点 第一剑神话 装全员都出了之后 感觉那个时候 爆团 确实可以尝试进攻了 然后上路方面 呼吸哥也是度过了 一段时间 这个他没有闪现的 这段的一个艰难期吧 这段时间 其实对线堆打的也挺好的 柳金松要开始游走了 三速接一出 那感觉有没有 那么好游走吧 因为爱奇这边一个中上 都防干客挺能 挺厉害的 可能主要是想抓一下对面 可能像卢卡斯这种 想要过来插保护眼的 这个单位吧 抓一下对方的一个辅助 对吧 野斧贴贴 占卜花朵一打 看到两人 赶紧留 这把标击虽然手握优势 但是双C都是很需要发育的 也不着急带截子 开扫 刚刚泰坦插的一颗眼被扫到 那威威这个位置可以 其实可以接灯笼过来的 如果能开起来的话 来了 主要这个先锋还憋在手里 这波好像有点想放下的意思 赵兴也在下半区 中路发条 推了线赶过来 一勾勾空 两边打野 都在下半区 而上半步的话 胡锡哥对紫卡好像有点想法 有想法 这水线 胡锡哥很长 想尝试一下 但是看 这个棋跑也没点机会 开得很火断 那这样 我以为这个先锋 得放了呀 这最终感觉还是中路 放中好 运冰线过来 可以吃三嫂 那还有一个 可以A一点 再A一下 单独分到一层 很舒服 然后下路双人组推完线 就开始进野区 薰的这个红棒 有点想保 但A7想打 A7这个感觉是想打的 但是发条能来得更快 发条能来得更快 越开在塔下的兵也不吃了 往这里靠 那还一勾 勾到泰坦 直接选择 冲上来 而新一边薰直突 正面的话 反手一勾 勾下来的一个 这一波一个下来 重新冲起来三个人 微微倒地 越开 表里扎乱乱下来 一个重新冲 拉到了小安 但是反身两枪 回对方没有带走小安 这小安收到W就最终 是被这边的丰富给收掉 越开 这边一个死血 没有被发条的PA带走 这一波 感觉开太坦 被太坦反制得太好了 是 这波感觉 表姬如果往上走一走 会不会好一点 就往上走 逼一下阿卡利的位置应该会好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前面也说到 表姬双肢很需要发育啊 在对方也去这样打架 是爱奇想要的 是的呀 就这波其实 确实表姬有点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 嗯 这里是急着想开 但是勾到了一个Lukas 其实也不算开的理想 对 而且真的有点脱节 然后这个R技能 加配合上熏进来的一个R技能 然后再加越开一波R技能 还是那句话就是 散经人说的 左边IG6级那波很猛 很猛 而且表姬6级那波真的不强 但是 表姬这波双C操线算拉满了吧 换了点人头之后 精神没死 局面没有那么的伤 但是小安 这波打完之后 小安确实 这装备啊 天啊 主要两颗头 拉开一点差距了 这泽力拿到两个头 好舒服啊 好舒服 虽然经济整体落后线多 但是 泽力发育这么好的情况下 中期更有资品集团了 那这样啊 比较机这边 关键的闪现都不在的情况下 这条小龙没那么好接 IG这边应该可以顺势把小龙拿下来 海克斯龙 这把比较机其实和上把的一个打团思路很像 就是要保留后排打过后 还要看双C闪现 这把风龙混 风龙混 IG这中央拿风龙混 真的好厉害 IG这个阵容拿风龙混 BLG这阵容拿风龙混 还好 可能凯南和人马舒服 嗯 他左边这个本来就是冲的一个阵容 是 然后现在大招又厉害 拿风龙混的话 确实会给BLG 每个人都有绝对的声音 嗯 这BLG就很难拉扯 左边这个一波流 嗯 这个先锋标记 选择B站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上把打完这波后 双C真的太需要发育了 IG可以称是 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经济搬平 诶 想尝试勾一下 勾到打打消耗 啊 被小冰卡了一下 嗯 这段时间还是得 两边再发育一会 打打钱吧 这阵 嗯 这个时候IG不着急啊 他小龙的一个 这个情况太好了 所以等小龙就好 合力再往下靠 哦呦 上面直接开始躲火 Z卡的大哥还憋在手里 嗯 一段大招放掉 一键的躲开一发Q 这可不是上五六三 带点燃的砍打呀 然后带点燃砍打 感觉Z卡肯定不敢这样 是的 表级还是维持在将近两千 近期的一个领先啊 表级 但现在难题就在于 下一条小龙 表级是否要接 不接的话 对方听牌龙挺快的 也挺难受的 但接的话 对方的一个操作上限更高 左边这段时间 是这回发力期 是 这个时候发条和金克斯 还没有那种爆炸的伤害 发条的发育虽然好 但装备确实慢 嗯 他垫了一个这个水滴 然后又垫了一个 这个翠绿屏障在身上 就是 伤害不太够这段时间 需要更多的发育才行 换一下边塔 16分钟 终于医学塔诞生了 由越开吃降 左两边的一个 爱吃这边中上 对线扛的好吗 嗯 确实也得让 越开补补身体 这个这把对线扛压 还要支援 嗯 小龙还有两分钟 目前这个局面 算是停滞了一个节奏 以及下波 罗雷这边想抓下紫卡 急跑直接开了 紫卡也有急跑 两边都开 急跑开始赛跑 阿尽能冲过来 闪现进圈 一波直接把紫卡 应该见到了一个死血 能杀了吗 吸了一口三段大出来 没能活下来 但越开这边 轮武命中了之后 换掉了胡锡科 还有二代标准伤 二代标准伤 再打一个AQ 越开拿下DoubleQ 哇 好家伙越开 太灵动了呀 这波 找了个紫卡 没没也没想到 怎么越开 越打越勇 找伤害拉满了呀 这一波 的标记好伤啊 因为胡锡科 的一个关键闪现没了 而且 就抓得太硬了 是 但是风风过来了 找越开越开的 侠阵 有在手上 想要拉扯 当时胡锡科 装得很好 想找一下 猜一下位置 闪现AQE 一闪现躲开 损舞拉过来 再加一发哭 这一波被动的平A 而且是利用一技能 但是旁边有个超级死人飞弹 猜了个位置 差不少 越开吓坏了 但是这波越开好秀 越开太秀了呀 主要我们上地市长 好像他的烟雾弹没了 但是正好损舞 虽然空了 是藏在了烟雾弹里 对损舞可以标记烟雾弹 就哪怕侠阵结束了之后 他的损舞的标记 还是正常会持续时间 再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越开好感操作的 这里一时还开到 但是茲卡 他有一个水平鞋 扛了很久啊 用大招回了一口 而且三段大全打出来了 然后这一波 越开侠阵 加损舞 侠阵投资间损舞命中 然后二段R技能 打到人马身上 这边薇薇也有点小上头吧 想帮助薇薇留下 越开 打一个QA 第二个QA 第三个Q 然后在狭阵里面 拉了一个被动出来 闪现打QA 闪现QA 然后一级的标道 再打一个QA 烟雾弹 当时可能薇薇觉得 损舞和烟雾弹 没有什么衔接了吧 所以薇薇也没有 选择往后退 这边还要打 看一下这边薇薇的 一个大招已经开出来 在正面的话薇还是被电容了 而另一边的话 越开开启了一个狭阵 这边二段的薇薇撒乱出来 带走了胡锡跟他自己也倒进 这边登陆剪上之后 拉开 一勾勾到了甲子 那茨卡这边看 引则出了三本 带走了这边的薇薇 而里面幽灾卡跑了起来 闪着过去 收到了这边的泽力 而且鲁克斯没有出口走 这边鲁克斯反向一勾 这边幽灾卡 最后快感犯 疯狂追 茨卡没有这边的思虑残留 有一个风龙还 最后风风QW收下人头 哇 这一波薇薇剪了登陆过后 埃及确实这个阵型太尴尬了呀 找到这波薇第一时间 被标记的上野直接给击杀了 而且胡锡哥这波 虽然没有闪现 但是他在原地反大的时候 把薇给咬掉也特别关键 你此前也算是把伤害打满了 是的 这波小狗的一个反对机 也是很果断 而且刚刚表现出色的阿卡利 在这一波团队里面迫不得已 只能把技能全交给人马 倒石头 金克斯没人管 这里标记的一个上野 算是看了一个好拨 然后阿基能冲出来了之后 被Fofo拉了三个 省着没有眼睛去做一下吧 这坑了 等了好久啊 然后看UZ这波 直接狂风过来 展现躲开W 是 挑战角度直接收掉泽利 斯卡这边又被勾到 过后就是也走不了了 哇 标记算是全员一个完美的发挥吧 是的 在算是一个阵容烈士期的时候 已经没波大跑 Fofo开始冲击波拉也拉了三个 很关键 保下红Buff 我以为一脚直接冲到了石亚虫这边 阿基想开 第二阶段没给机会 这红不想给啊 是 主要 Fofo这边没有GP啊 月开藏在草里 这个位置还蛮危险的说实话 但找到了呼西哥 回呼西哥原地开大 同样表里上拉拉也交了出来 反而我这边感觉像单杀了 但同时寻这边被开了 后续安心选的反打 冲了三个 温威倒地 刘青松一丝血 再一下 最后是 是成功收掉 我们卢卡斯勾勾到了UZI 但UZI反手两下 射死这边 而里面小安的血量太诱人了 想再坏 差一点点 哎呀 UZI的 UZI想要杀小安 小安这个血量真的太诱人了 而且他自身有闪现拉开了呀 敌神Fofo大招 没有之后 也没有跟着小狗一起追吧 这一波标记还是打得太散了 上半部凯南很关键的一个 大团AOE 直接被阿卡丽盯防弹杀掉了 是 这边 去那边落单 先交了一个闪现 恐惧 有恐惧回来啊 过了很久这个时间 又是个R小 八条这边大的砖很好 但是泰坦大的更好 泰坦机会也非常好 薰主要是一起活了很久 卢卡斯这个勾引很关键 卢卡斯这个勾 保证着小安两下的拼动 是 这里 只能说小安的这个闪现捏得太好了 对 把小伙勾引了出来 同时FORF低深 也没有想到小伙勾会上吧 差一丝 比较可惜 那这个局面IG 越后一千经济 但这个 目前这个实验点 是IG需要做事情的时候 小阿卡丽太黑 对 阿卡丽很黑 而且小安这里也是两千半了 觉得接下来就是两边 可能IG需要去找角度 从各个角度绕后 去找对面的后排 我觉得标记还是要等一下 小狗和FORF的一个装备啊 他不等 不等 就不等 逼一下子卡的TP可能 就直接打 好 越开这边也绕回一个TP 但确实逼到了 也太远了吧 逼到了 双击啊 而且这个TP是被标记看见了 有打性 正面 想先包着两人吧 但这两人不是那么好 就上了 小狗没闪现的呀 直接开辖阵 后续的话 看下想冲UZ在旁边 有三个两个保镖在 越开一个反手的 表面上乱乱 这边的话 紫卡先倒了 另一边的话 呼吸哥也倒地 两边做一个上单兑换 哇 这波威威真的是 保得太好了 小狗一身感觉 要被切的情况下 因为恐惧 让IG的一个中上 找不到头绪了 是 然后呼吸哥也是 开了一个段路大吗 把IG的后排也隔开了 两边上单 等于都是 都为了切对面后排 而阵亡了 这两波在战打完 标记感觉 一直在调整 自己的打团方式 上野一直保着后排打 算是标记比较 算是最好的 一个打团方式吧 IG的话 就是看能否找到后排 这里第一时间 后排有个空挡之后 直接大招赶过来 把自看就创丰了 然后呼吸哥 在这里 其实也垫垫满了呀 但主要还是在于 这个左边的上中 一起切进去 两个W 你很难处理它 把上路也推到过后 经济完全持平了 就看下条小龙 下条小龙 风后没闪 然后IG这边 几乎都没闪 说Lukas吧 小鬼闪现 在配合垂时的一个登陆 有机会迂回一下 但无论怎么样 BLG想赢团战 还是要看IG第一波冲阵 是否能冲得很好 对 我觉得看 绕后吧 我感觉IG又是得找人绕后 但没那么好绕呀 绕后的话 绕后的话 维维和 刘青松 这个F 其实很零动的 可以防止绕后 是 所以就要看前面的视野部 是吧 嗯 这一波 这一波 我觉得这波挺看 Lukas 他有闪现 而且可以正面开的 哇 看 像Lukas怎么开吧 两边C位都三件套 泽力三件套 金科斯也三件 然后Fovo这边的八条也三件 想找一下 呼吸哥 逼一下位置 是的 找呼吸哥这个位置 确实 如果被越开单房的话 会很刺 越开这边越小落单 怎么刺 越开有辖阵 越开辖阵 这边呼吸哥做一个位置 但是被两个大招 直接命中 交出自己的精神 一波勾到了这边的Lukas 白手被上了二段 杀出去 这一波其实越开拉扯的 还不错 但斯卡接力进场 有一个火龙火 弹了火龙火 下来 这边一波勾到了薰 薰就给了阿金的阿东四个 白手看一下 一个人打四个吧薰 这人群之中 硬要杀 哇 杀掉了呼吸哥 这波薰也太能打了 但是 但正面 埃及除了一滴 其他选项都非常差 是的 薰能打 但兄弟们不能打了 这一波只能说 越开落单 来下了伏笔吧 虽然第一时间 埃及小胜面开 但是 小胜第一时间 是跟不上的 离太远了 和战线 那这样 标记又是 小胜一波团战 主要是拿下了小龙吧 是 防止了埃及听牌 而且这一波 其实两边 都没有招太多的招二技能 感觉这几波造业战 流轻松 在一些小操作上 发挥得挺好的 反手一勾 反手勾啊 给灯笼啊 这种 让埃及的一个冲阵 真的每每都挺难受的 说实话 灯笼接上了风 再一勾 勾到了薰 但是薰太能打了 这个薰 就在这个星月护卫里面 而且他很细 他是Q了微微两下 然后一Q的呼吸哥 能卡能打 还能吸血 这里 当着眼睛下 逼大龙吗 但埃及这个打龙速度是 真的吗 很慢 他打龙速度是很慢 这个阵容打龙速度 非常慢 这个阵容 这里是觉得 要硬打架吗 想逼人过来 想逼人过来 但是 但是 标击就在附近 是的 埃及这边的一个指挥 还是要调整一下 现在局面很焦灼 确实 埃及有一个赢的方式 就在于标击这边 如果在野区中 主动打一些野区资源的话 埃及赶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标击的正行 是很难受的 是的 主要就是不能让标击摆阵 是 标击在这种长线的中线 或者说在自家野区的时候 都蛮舒服的 就如果他主动的去打一些 小龙或者大龙的时候 这也是埃及的机会 所以说也看标击这边 只会会不会出现一些急躁的情况 目前来讲正面防守 标击做得非常好 而且C位的发育也很好 两个C位都是三间往上 都已经三间他往后 而且小狗这边的一个 小影波道做出来之后 慢慢的一个局势 有点倾倒标击的后排吧 但现在真的是完全不好说 因为埃及前面两波 都没有找到后排 如果万一找到一波后排的话 埃及是很好 就是一波团的事 主要是两边团队经济完全持平 现在越开等个金身 对于后排的进波防守呀 就越开有金身 现在很快人双方 主要是埃及如果说 上中两个法刺都有金身之后 我觉得标记可能就很难拉扯 因为毕竟没那么好拉扯 但是标记的一个思路很明确 你看刘青松的一个登录 每次都给到后排 就危险的拉开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 可能标记的两个后排不能站一起 因为毕竟登录只能接一个 那蛮有道理 对吧 而且标记这边双C的一个灵活性比较好吧 FORFOR这边自身加速加炉灯 又在这边的话有狂风加加移速 现在我觉得埃及要 是否要勾引一下 标记这边出来逼一下资源团战 对于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正面迎接团战的时候 真的不太舒服 就看两边的一个整体的思路了 其实埃及边真的有点想勾引了 想勾引标记出来做更多的事情 但标记感觉稳得住 其实现在还是主要是标记双C都有闪 就现在全场的闪现只有Lukas没赚好 标记现在的局面稳得住 也不想着做更多的事情 只要是男爵里面绕 这单就慢慢等双C满装再说 这把也没有什么龙魂不龙魂的了 已经到快到了后期了 就发育吧 两边拼阵容底子了 现在 这段时间 呼吸哥在下路还在做的发育 想回去把大法川做出来 I7整体的前排装出了很多的一个魔抗 两边AD都攒了不少钱 都有1500在身上 而且刚刚看了一下 月开的精神已经有了 而子卡已经做了一个表 马上也要有自己的精神 小狗这边回家大隐魔刀已经做出来了 这个大隐魔刀确实很关键 月开现在单切想单切 切不太动 因为月开这边也没什么法川的 他必须要双切 单切切不动 还等着小龙 30秒 左边 这条小龙 IG的绕后眼位 是否刁砖也很重要 但确实没有 从地团来看 目前是没有的 这波IG前面拉 这些拉得很快 这波IG是利用上路的一个线拳 然后这边逼近一下 子卡这边先赶过来 那这样野区现在最轮视野之后 IG是有机会绕后的 这也是 IG真的是 怎么说呢 为数不端 为数不多 绕后有机会的 一波团战吧 这边两边都在找位置了 是找位置 但 也只是抢抢中线之后 不要记觉得小龙算了 换位 是 换到上方 你动小龙 我就直接动大龙 动大龙 动大龙速度应该是还可以的 毕竟四线超级可思 这边的唯一的一个篮金球 在左边已经被逼了出来 而且子卡把自己的四语强流给用掉了 是 呼吸科开始绕 薰也开始绕 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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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个R闪 故技重新 这边狂风加简单龙 直接绕过 看一下这边越开 被一勾高闹 跟我夹子 交出了一个自己精神 让你想要让二段出来 还有一个狭队 在他旁边 呼吸一个单签子 小岸 在这边子卡 同样也完成了一大功 伙伙传没闪现 还走不太掉 两边对切后排的情况下 都呼吸了后排 但是子卡 那这个情况 IG可能会尝试打大龙 怎么说还是说转小龙呢 在做指挥 呼吸科这个状态很好 有红buff 可以继续拉持一下的 QA 再电一下 上好高 电斜 而且这边 赶过来绕后 子卡在中面 交警就危险了 但是呼吸科自己很危险 有一个风斩电磁 减速 呼吸都没拉扯了 表面夹筋 确实走不了 哇 子卡 再收一个大人头 是 现在只剩微微一个人 越开来找他 打大龙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微微得撤 微微觉得算了吧 没大没急跑 赶过去 也没有必要 那这样 转手直接拿小龙 这一波IG 子卡的一个绕后 和越开的精神 打出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割 是 我还是 就是 最可怕的 对于IG这个阵容来说 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两个法刺 都有精神的那一波 是 就没办法 因为他定处 这波呼吸科 确实立功 但是 思路没有贯彻到底 对 就是没有保自家后排 没有保兄弟 没有保自家兄弟 可能这个时候 就是自家后排 比对面家后排 要金贵一些 然后这个 越开的一个精神 还被 就是越开的精神 还规避了人马的大招 等于微微的大招 完全放空了 子卡 进场之后 没有管得了 子卡 是否猛虎下山 这就是 我们前面提到 要不要不要 机前两手 把格文抢下来的原因 对 子卡的 这格文真的 离谱 操作天花板了 小进场时期 确实选得好 越开也为他 创造了足够的输出环境 现在情况 爱奇是 要尝试推进高地 但是爱奇这个阵容 有一个绝对的地端 就是上高地非常短 手短 手非常短 就是 但其实爱奇也不用着急 目前格文上波团 打完之后 发育这么好的情况下 等等 公共技能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上一波 虽然左边拿下大龙 但右边也是找了个 timing把小龙给拿了 是 所以说 标记也不着急 自己反手 虽然烈士 但反手有听牌 一个风轮魂 那再发育一会 对吧 对于标记来讲 主要是现在双戏都没有闪 只能发育一会 只能等到满装之后 有闪现 尝试绝命一波 对 主要是得等闪 这段时间标记 现在做点分推吧 把外塔全拔掉 应该是他们 现在最想做的事 是 分推完过后再说吧 自卡一马当先 点塔速度很快 大龙霸发一分钟 目前爱奇的一个攻势 可能会点到为止啊 看一下要不要 应该会点到为止吧 对 标记已经 牌记应该自身也知道 上高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FOFO已经顶出去手了 但是还有两波兵 现在看要不要磨一下 哎 有一个空档 有机会 自卡往上点 哎 确实有机会啊 这一波好像是 找了个FOFO回家 那个时间 这一波标记 没有防守好 嗯 高地塔掉了 是 那这波爱奇真的血断 因为这阵容 上高地真的太难了 是 那像没有高地塔的话 等会是直接可以 压到水晶的脸上去拆的 是 左边现在双金身 是 还有手挨一块表 嗯 推了很多的一个防御塔过后 经济渐渐拉开了呀 是 这下 在利用最后一波兵线 尽量的磨一下 哇 这波大龙带来了 接近五千的收益 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FOFO 想藏球 没藏 没有打到人 上路 自卡现在还在 还在减吗 哇 单减掉了 这波爱奇的分线 分得很漂亮 这个分推 减到之后 威威和 胡锡哥也拿他们 收办法 哇 直接开大了 这比较机要不要尝试反打一点的呢 哎 直接开机跑了 耐球直接往回 冲到利用 看着薰杰挑 佛宝 利用越开 在找 佛宝 好危险啊 但尚爱冲军冲得很棒 这波越开在里面 接双金身开启 比较机爆炸了 这波 双金身的开 这一波的一个冲击 真的不是比较机 挡得下来的 这波越开的一个反截录 太棒了 那这样拿下团变之后 可以结束比赛 哇 那这样 IG 在年后的第三局比赛里面 啃下了一块硬骨头呀 只能说 IG这个不用散发 或者实在太好了 兄弟小伙子们太敢操作了 确实 太敢冲了 那这样 IG在36分钟 拔掉对面的 这个竹水晶 我们恭喜IG 恭喜IG 拿下了这场比赛 资卡的格温啊 好离谱 在标击前 一分钟 这个大龙霸虎 死死的防守的情况下 资卡率队 把中路高地 上路高地的 两座很难啃的 给啃掉过后 嗯